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飞阁丹崖上 白云几栋风 北越深谷之中 一座悬空了千年的古叉 尚在微崖 下临深谷 神楼仙阁 凌空微挂 单狼诸户 棒崖飞漆 这便是悬空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国有不少的名诈宝寺 在悬址和构建上都颇为奇特 我现在站的地方也是一座古寺 它的一侧依靠在崖壁上 另一侧可就完全悬空了 距离地面足有几十米 从外表上看 整个建筑好像紧靠脚下的几根柱子 撑着 岌岌可危 这座古寺的名字就叫悬空寺 这悬空寺的阁楼 几乎都是由木头搭建而成的 历经岁月 一直牢牢地悬挂在绝壁之上 当初的修建者 为何要把它建在半空当中呢 他又是如何做到悬而不倒的呢 马志敏是家住浑原县水墨团村的一位 传统木工匠人 祖祖辈辈都精于木工 他制作的木活精巧细致 雕刻精美 因善于修复古建 并且号钻研其中的结构原理 周围人给他起了一个有趣的外号 木痴 一直以来 马志敏有一个想法 就是按照比例 做一个悬空寺的木结构模型 然而 要想完成这个作品并非一事 他对悬空寺的建筑手法和精巧设计 感到不可思议 悬空寺所在的恒山金龙峡谷 位于浑原县城东南方向 约四千米的地方 这座空中楼阁 就建在峡谷西侧的悬崖峭壁之上 从恒山主峰天峰陵远观 悬空寺仿佛一座玲珑剔透的浮雕 镶嵌在翠平山的万刃峭壁上 只身四下向上仰望 整个建筑凌空欲飞 令人叹为观止 历代名人雅士 都对这处仿若神为的独特建筑 发出绝佳赞叹 如此宏伟巨著 如何旋利于绝壁 并且历经千年未曾倒塌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谜题 一道闲暇之余 马志敏便来到悬空寺细心观察 经常一看就是一整天 悬空寺这个地方 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的地方 既有技术的含量特别高 这个它艺术的成分也是不快古料的 在马志敏心中 悬空寺无论是整体木结构框架 还是内部的金标 古人在这微压之上 将整个建筑凌空 有太多的地方 让人难以琢磨 为了解开这些疑惑 考察组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 开始对悬空寺展开探寻 在悬空寺里边我们叫佛堂小院 左边是钟楼 右边是鼓楼 在悬空寺这么悬崖陡峭的 这个崖壁上有这么一个 钟楼小院 展示在悬空寺整个的建筑当中 很难得的一块地方 据相关史料记载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晚期 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 后经历代维修 现存建筑为明清一构 悬空寺整体南北向排列 自四南坡道顺时进而上 进寺门穿过暗廊 便踏进了一处长不及十米 宽不过三米的长方形寺院 这个小院底座 用条石堆砌成基 富崖微期 虽结构小巧 但仍不失传统寺院的布局 钟楼古楼音势力道 将平第四院的布局立体化呈现出来 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有意识的地方 悬空寺很特殊 特殊的地方在哪呢 你现在你看咱俩站的不同的地方 你站的是石头 我站的是墓地板 为什么这样说呢 到了悬空寺你只要踩的是石头 证明你是脚踏实地的 但是到了悬空寺你只要踩的是墓地板 证明你已经是悬空总态 要小心别碰头 撤腰 从这个位置上 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 我们悬空寺整个 它完全是悬空的 有这个地方可以往上看 古人用狭窄的楼梯 把整个三层的楼台 然后把它联系起来 从钟楼登墓梯而上 便进入了悬空寺设计 最为精巧的部分 南北二楼 在寺院北面的断崖绝壁上 悬挂着两座宏伟的 三层九脊悬空飞楼 每层承托出盐 均设有围廊 南北二楼之间 飞驾石器战道已通 迂回曲折 参丝有致 悬空寺不仅外貌 奇显壮观 建筑构造也颇具特色 总体外观重重叠叠 由南至北倾斜向上 高低呼应 争其斗仙 对称中有变化 分散中有联络 曲折出奇 虚实相生 别具匠心 构思不菊 妙不可言 看似宏伟的悬空寺 其实占地面积 仅有一百五十多平方米 然而使用面积 竟然达到了六百多平方米 其中布设了 大大小小的楼阁电雨 四十余间 能在如此狭小的范围里 将空间利用最大化 古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来 让我们重新对悬空寺 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悬空寺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一院两楼总长三十多米 由南向北 依次是四院南楼和北楼 两座木结构楼阁 完全悬在半空 上下楼层之间 用极为精巧的楼梯相连 两楼之间上方架有木栈道 下方是石器台阶 形成回廊贯穿 从外表来看 悬空寺好像是 靠楼阁下方的多根立柱 支撑起来的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 除了最南端的寺院 北侧的两座木楼 又是如何悬挂在崖壁之上的呢 大家到了悬空寺呢 都认为悬空寺是被我们眼前的这些立柱 给掺起来的 实际上我们的立柱 它不会是沉重的 你看 我们的柱子都来回晃动 我们经常说 我们悬空寺的立柱啊 是缆柱子 原来每根横梁下部 都有长短不一 碗口粗细的立柱 这些立柱的下端 放置在岩石斗坎上 从外观上看 仿佛整个楼阁 是被它们给撑起来的 然而队员们了解到 这些立柱并不起 主要承托作用 插入身体的横梁 才是关键 你说这个部分 咋要插进去的 插多深 合适啊 这个怎么调起来这一部分 怎么能成重呢 成多少重 都应该计算好的 这个很难做 悬空寺之所以 能凌空微挂在崖壁上 横插入身体的主粮是关键 然而在马志敏看来 这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理 马志敏找来木材 准备搭建一个简易的模型 悬空寺的那个雪材 就是那个 大部分那个梁架雪材 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 油松 油松 这种木材 有什么特点呢 油松呢 它这个第一个是 那个油量比较大 耐腐蚀 耐分化 这个是质地 比较早的结实 早的密实 悬空寺的大多数建筑木材 都选择这种当地的油松木 横山大部分区域 年平均气温 大约在二到十摄氏度之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 松树生长速度缓慢 含油性较大 因此木质比较密实 不仅如此 当地传统木工匠人 在动工之前 还将木材提前浸泡在铜油中 增强了防潮防腐的性能 因此 悬空寺的木结构建筑 才能保存很长时间 咱们那个插造那个东西 咱们做个试验 看看那个具体怎么做的 咱们你看这相当于一个芽笔 按三芽做 这个是湿孔 对 这个相当于咱们那个学空室那个下边那个梁 这个尺寸跟那个孔的尺寸应该是正好的 大小约差不多 咱们塞进去 塞进去 诶 正好 等于是这个要小了的话 不够劲是吧 撑不住 大了又塞不进去 后边是个石壁 如果说顶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没法顶了 它结构的地方 接点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 这还能拉得出来 这就是固定不了 如果说是用在石壁梁架上 你说这个东西后边不固定 一拉出来 就是散架了 这个要是这样 要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学空室这个梁 肯定有其他的那个插入方式 来固定 咱们固定的 应该不止这么简单 不止这么简单的一个一种方案 马志敏亲自验证后发现 横梁插入山体的方式并不简单 要想解开古人出的这道难题 看来还需要费一番功夫 恒山脚下的悬空寺 是一座建筑风格极为特殊的古叉 它究竟是如何凌空微挂于绝壁之上 一直是很多人想要解开的疑问 魂元一位名叫马志敏的传统木工匠人 被这一问题深深吸引 经过长时间研究 他虽对悬空寺有充分了解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 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在魂元对悬空寺精巧的建筑技艺 感到好奇的人 还有家住夏寒村的上游河 上游河是一位附近小有名气的泥塑匠人 他现在做的 是一面按照一定比例雕刻在木板上的悬空寺浮雕 在悬空寺 还有很多的巧妙之处 也令人不可思议 悬空寺的悬不仅体现在外部建筑上 很多内部构建也都悬在空中 其中最为精美的 要数各个宫殿中的悬宿 这些悬在半空中的人物 龙阁 祥云 花卉 琳琅满目 变化多姿 其中 制作精美的盘龙 自天而下 神态生动 具有很高的制作难度和艺术价值 如何将这些精美雕塑悬在空中 成为了上游河最关心的问题 他打算尝试着做一组悬龙 通过认真研究 尚有何发现 寺庙里的悬塑工艺 悬材都取自当地 先用粗的麦接条捆绑尘骨 固定在木板上 保证结构的稳定 随后 将细碎的叶片与泥混在一起 均匀涂抹在骨架上 可防止表面开裂 等自然阴干到一定程度以后 便可以进行雕刻 刮 削 贴 挑 压 磨 在泥塑匠人的巧手下 不一会儿 一条神采奕奕的飞龙 便凌空于雾板之上 等到泥胎彻底阴干 表面贴上金箔等装饰 这套完整的悬塑工艺 才算完成 看来这悬空寺的悬空 不仅仅是整座建筑 也体现在内部的诸多细节上 悬空寺 目前距离地面的高度 有四五十米 有数据推测 在古代悬空寺 距离地面有九十多米 比乐山大佛还要高出二十多米 我们暂且先不考虑 横墓是如何插入山体 就说当初修建悬空寺的时候 大批的木材石料 到底是如何运到半崖上的呢 对此啊 很多专家学者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是 自下而上搭建云梯的方式 还有人认为是从侧面的山间小道 一点一点搬运过来 然而这些都只是猜测 经过都方努力 考察组得知 县城里啊 还有一位曾经参与过悬空寺维修的老专家 或许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长学文是研究悬空寺的一位老专家 曾多次参与悬空寺的维修 他告诉我们 虽然这座古寺在千百年前的修建过程 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但在悬空寺钟楼下方的一块石碑中 藏着一些关键线索 这儿要几通碑 这个呢是大秦同志三年的一块冲修碑 他是这样的 在当时修这个悬空寺呀 他是当地有一个木匠 叫张廷岩 他是用大绳弄成茧 一个圈套在腰间 一个圈蹬在脚下 从上面把人 须须拉下来 放下来 放到这个悬空寺的这个部位 来贴到这个山崖上 来逐步的修这个事 通过这个碑上的记载 我们推测呀 他以前在1500年以前的时候 建这个悬空寺时候 是不是仿佛 也是这样这个过程呢 通过解读这面同志三年的悬空寺重修碑 一个重要的细节逐渐浮现出来 悬空寺自建成以来 历经千年风雨 历朝历代都要对其进行修缮 请同志三年 距离上次修缮悬空寺 已经过了百年 悬空寺面临缤活 � She put root急急急可危的处境 急需对其再次进行修补 而悬空寺因地处半空峭壁至上 无法搭致施工树架 让维修计划陷入僵局 这时 有位名叫张廷燕的匠人挺身而出 他称自有修法无需竖驾 卫文中这样写道 即开工时但寻沉寂 亦旧换心 每到用驾时则以大绳结圈 一圈竖在腰间 一圈蹬在足下 将绳头挽在传板 实际随其高下长短运动 是四本玄空 修职者亦有时而玄空也 于是不于年而功已告俊 正是这位胆大心系 并且有高超技巧的匠人 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玄空寺 通过卑文记载 当时参与其中的 有档行 步行 前行 殿行 刚行 石匠 木匠 泥匠 铁匠 瓦匠 油送化匠等各行匠人 还有账房 火房 工头等苦力劳工 可谓应有尽有 可见其维修难度 是否最开始修建玄空寺 也是用了这样的方式 已无从可靠 然而 1975年的一次维修中 当时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犹如一把钥匠 打开了封锁了千年的谜题 1975年维修的时候 我是参与过的 这个栈道它是在1975年的时候就完全腐朽了 就没有玄被梁了 石窟里边它有些腐朽的木头 要把它拉出来再补上这个新木头 但是要想拉这个腐朽的木头很困难 拉出来发现它里边这个木头它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玄被梁插进这个石窟里边 它后边是加一个鞋子 就把这个木头拉一道缝 加一个鞋子 就外面从里边打 越打里边它这个两头就撑开 它都跟这个石窟就锁到一起了 又很难拉出来 这个玄被梁以前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没想到 在1500多年前 古人竟然用了如此巧妙的办法 将横梁插入山体 得知这样的消息 马志敏深受启发 终于找到了破解谜题的关键因素 满心欢喜的他 打算再次做个试验进行验证 横梦的一端已经完全深入进去 可以明显看到 木材在里面发生了膨胀 牢牢嵌在预先设置好的孔洞中 无法轻易拔出 这样的结构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呢 现在这个模型咱们等于是做好了 然后现在咱们做一个试验 看它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您有多少斤 80吧 80公斤 我是70公斤 您有多少公斤 我也是70公斤 那加起来就是220公斤 咱们一起站上去试一下 您先上 小心 小心 还稳当吗 现在还没问题 那我该上啊 上 你可以承受住 这重量吗 可以 来 再上一个 来 您抓住我 上 上 上 哇 这么多人 220公斤 现在都站在这个地方 并且我看它现在 基本上没有怎么变形 还非常稳固 您看到没有啊 仅仅插进去不到10厘米 就可以承受三个成年人 将近220千克的重量 确实让人意想不到 其实这种方式就好比我 现在的膨胀螺栓 这个悬壁梁插入山体的同时啊 内部开始膨胀 将木材和山体牢牢锁住 根据维修时的数据记载 这个悬壁梁插入山体石窟 三分之二 将近1.2米 外部呢 进出三分之一 借助杠杆原理 将横梁前端的木结构建筑 牢牢承托 可以说 两座木楼的建筑力学设计的 非常合理 然而古人呢 虽然通过各种精巧设计 将悬空寺修建的十分枉固 但仍然避免不了地质灾害的危险 曾经就有一次 差点将一座楼顶给砸毁 我们经常说悬空寺一崖而建 但是悬崖上面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有落实 那个15年的时候 山上的落实下来就把这个中楼的楼顶 相对来说把它给崇坏 我们后期经过我们的维修 才把这个整个的中楼的顶部 把它整个完整的维修过来 近乎完美巧妙构思的悬空寺 也很容易遭遇到自然外力的冲击 虽然现在已经对悬空寺上方容易松动的岩石做了保护处理 但是在古代落实掉下来砸毁建筑的现象并非偶然 不仅如此 史料记载 魂元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地震 在近40年内就发生过两次六级地震 可查阅重修记录发现 悬空寺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仅仅只是在不同程度上被上方的落石砸毁一小部分 面对这样的结论 马志敏再一次陷入了困惑之中 就算下方的横路再坚固 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时 也无法保证上方的整体木结构不变形 其中一定还有尚未发现的精巧设计 等待着他去探索 队员们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 发现这个悬空寺所处的这枚山崖 有些地方的岩层很破碎 而且查阅资料之后大家还得知 这距离悬空寺不远就有一条地震带 可以说从地理因素上看 在悬崖上修建这样一座古寺并非最佳选择 卡沙族继续在周围探寻后还发现 这恒山一带有很多山间平地或者是小山丘 古人为何不选择在那里建造寺庙 偏要费尽千辛万苦将其悬在山崖上 看来这其中还有我们尚未解开的谜团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